各位大家好,我是老片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继续来苏聪圣接班大市局UP浪胜 两边16枪 两位终于见面了 很多朋友说他们两个有没有玩过 玩是玩过,但玩的不多 都是温州的兄弟 看一下,一个是大兵,一个是神僧 温爵大师 恒河长老对温爵大师 实际上的足疗,让你一次爽个够 来,来,完了,打晕了 要被秀 一,二,三,四,五,六 漂亮,这个六连 非常的帅 这个六连是专门为神僧准备的 这把爽啊,这把爽 根本不给机会 一个根部,你想直接突来 离波图来,更合大 啊,现在倒地 专门为兄弟准备的 来,跟问题讲,没有打中 啊,猎头大法 我有一套新法 不知施主 可持否 完了 再晕 从天降的长法 什么鬼 没有成功 不过这把真的秀啊,真的秀 神僧直接嫖 看一下双方第二局啊,第二局 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 那神僧确实 打这个大兵的话要吃力一点 那打其他角色呢,相对要容易一点 那就看双方的策略啊,还有打法 好,两个文决 近身,捏头 想近身,没有那么容易啊 好,缩过来 小刀,伺候 好,捏头,兄弟 叫你一声,hire 你敢答应吗 走,啊,完了 三位真火对铺团 近身 啊,看住 死死的看住 那过波的话 他直接用那个 哎 啊,在神僧面前 心里崩溃就在一瞬之间 对方什么也没做啊 这边直接给脚刀 看来是过度紧张 神僧真的很飘 叫做不战而去人之兵 上兵伐谋啊 真是,丢过来 一波,两波 三波,捏头 舌尖赛的猪疗 想吃烧烤你早说啊,兄弟 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知道你的口味 比较火辣 走 又来了 心里又崩了 浪胜这把感觉 hold不住自我 丢进来 三分球中地起身 直接死 死了 啊,一个 实际上的足疗 很爽啊,很爽 直接飘了 啊,看一下双方第三局啊 真的有意思啊 真的有意思 浪胜感觉 没有绷住啊 没有绷住 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法了 对付对手 啊,老是想前跳啊 老是想前跳 对方一个战役 堪比胜龙 打乱动 让我轻轻唬你的名字 来 卡住位置啊 又崩 啊,缩腿 对方都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自己就死 完了啊 浪胜这把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缩腿打一个扣当 啊,心里有点崩 啊,直接戳头 你看,又来 哇,长老 啊,对方得高望重啊 在瑜伽面前 软腰已经不好使了 好,铁头弓 再来 你看,哎,这个乱出招什么意思 老是喜欢毒脚刀 已经好几次了 啊,你不发波牵制他 肯定是不可以的 发波牵制慢慢推前 啊,就是这么慢慢打 好的,那个香杀也不亏 那空中博旋腿 啊,博旋头 铁头弓 彩绘声来了 口号要喊起来 油炸必须进行到底 啊,关起来 油炸黑 还想动 你要去哪里 来到恒河啊 这个必须要 洗完才可以 好,还要来 完了,兄弟 啊,完全没有章法 有点不像浪神了 有点不太像浪神了 我觉得浪神应该是 有某种多动阵啊 就不能完全禁止的 一禁止的话 整个空气凝固的话 啊,他有这种凝聚恐惧症 啊,就怕空气突然凝固 神森洞察一切 啊,我这个,这个counter 刚才这波counter打了海量的血 啊,一波 对方普团刚丢出来 也不起作用 啊,缩过来 安全招 你不动 我也不动 啊,中手捏一下 跟随跳 打一个落点 啊,三连 什么鬼 完了 丢进来 跟不逆向走起来 左右折 折到死 打晕了 哎呦,一开始的那个六连啊 撩动了神圣的心血 后面的话,神森已经 上次的,上次的自我 意识膨胀了都 啊,只怪浪神一开始太飘 神森说我比你还飘 我飘给你看啊 来,下班 好,神森 来 一波,不要动 根本进不了神啊 真的进不了 再捏头 一波起身 好,青汤 跟随跳 来 再压 哦,来了 哎,什么鬼 啊,丢出来 吓我一跳啊 那这把慢慢的把这个节奏 拉回来 一开始的话 感觉有点慌了 或者是有点飘了 好,神森 上上下下 好,下捏头 啊,连续的慢火 慢火小盾 小火慢盾 啊,跟前的话 马上一个普团 对方相杀 有点亏 进不了神 还要制扭 这么制扭 啊,连续逼板边 直接把普团也打掉了 飞饼 其实一批是来学技术的 这可惜这边飞饼的话 已经不流行了 哎,什么鬼 被丢死 啊,连续的快乐 啊,连续的快乐 好的 當然喜歡全員解說 今天不關注 感謝收看 下一期再會